證明喔 啊 證出來了 寫上去喔 欸 臭小鬼 知道我在證什麼 不知道 那你最好要想辦法知道 因為這是數A 可以 好 好喔 接下來這個公式 我要把它用坐標寫出來 來 所有同學看好這邊 欸 臭小鬼 看好這邊喔 來 請問你喔 欸 接下來這裡你仔細看喔 長度平方 欸 A 向量加A1A2喔 向量的長度是分量平方合開更號 可是我有平方 更號就不要寫 所以請問你這裡要寫什麼 是不是叫A1平方 加什麼 A2平方 這是A向量的長度平方 知道嗎 然後再乘上V向量長度平方 所以要乘上誰 V1平方 加V2的平方 對不對 減掉這兩個向量內積的完全平方 內積喔 就是A1 V1 加上A2 V2 加上A2 V2 你是不是等式的時候不是有講到這個東西嗎 這叫什麼很等式 這叫老光絕很等式喔 你忘記了對不對 沒關係 我再拖一次給你看 把它打開 看我這邊 看我這邊 A1平方乘V1平方 寫上去 A1平 乘V1平 加上A1平乘V2平 再加上A2平方 V1平方 再加上A2平方 再加上A2平方 V2平方 我這樣寫可不可以 這打開我四項喔 然後再減掉後面這一坨東西 後面這一坨打開是誰 A1 V1整個的完全平方 就是A1平方 V1平方 這樣可以喔 加還是減 加 加上兩倍的什麼東西 A1 V1 A2 V2 蘇威的同學這個每個都要會推 你不能說只有G公式喔 G公式那誰不會啊 G公式又公式貝一貝不用兩分鐘對不對 你要會推 然後最後這裡加上什麼 A2平方 V2平方 如果你現在想要念這種 理工科系的同學 那這種東西對我來講是小菜一碟 對不對 應該會覺得很簡單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消掉 來你告訴我 講話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砍掉 看一下看一下誰可以砍掉 漂亮 漂亮 對不對 是不是不容易 對 對 對 哪裡哪裡 對 這裡是不是砍掉 對不對 砍掉之後 來 這個式子我們稍作整理 仔細聽喔 A1平方 V2平方 我可不可以寫成括號的 A1 V2 一個叫A2 V1 然後後面這裡減掉兩倍的 A1 V2 我把A1 V2把它拆成兩個括號相乘這樣可不可以 一個叫A1 V2 一個叫A2 V1 然後後面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A2 V1 括號的平方 這裡有沒有覺得有點痛苦 應該是還好對不對 來請問你這個東西長得很像什麼 乘法公式 乘法公式 哪一個乘法公式 S S平方 減2SY加Y平方 有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你告訴我 它可以寫成什麼 它可以寫成什麼 A1 V2 加還是減 減 減 減掉什麼 A2 V1的什麼 完全平方 對嘛 對嘛 這一點都不難對不對 平方在根號裡面 抵消之後出來要加一個什麼 值 要加絕對值 所以它變成絕對值的 A1 V2 減掉A2 V1 給你30秒 把這個東西寫上去 我等你喔 好 慢慢來喔 欸 交這麼慢啊 行不行啊 這樣可以喔 欸 是不是有人在打黑啊 這樣不行啦 好啊 什麼東西 拔 拔什麼 拔什麼 等到黃恩謙剛剛講了什麼開始 黃恩謙不是男的嗎 呵呵 呵呵呵 對囉 對阿 哦 好 好啦 我把這個筆記寫完 可以不要討論誰的頭比較大 重要是腦袋裡面裝什麼東西 頭大不大 不太重要 我跟妳講 公司記下來了 證明也證給妳看了 等一下我們要開始用了 等妳 等妳 I waiting for you 打妳了 今天這堂課就是教妳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 怎麼記也告訴妳了 然後證明妳也要會喔 證明妳也要會 然後等一下我們做題目妳就會覺得有點無聊 因為做題目就是都固定的流程喔 所以妳知道妳的公式有兩個嗎 是哪兩個 一個是這個 長度平方乘長度平方減內積完全平方開根號 這是一號公式 二號公式在哪裡 這裡 在這裡 這裡 這裡 有看到嗎 二號公式在這裡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行列式 我個人習慣的用法是 DET DET A向量 B向量 由 A向量跟 B向量所決定的行列式 用它來代表這個特殊量好不好 特殊的代數量 特殊的代數量 這只是一個記號而已 這樣可以嗎 我們上次談到的特殊的代數量是內積 逆幅坐標的成績對不對 而數學上有很多特殊的代數量 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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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 數學簡單的大概到這邊 來 我們來看一下課本的題目 180頁 範例13 看我這邊 他說給你A向量 叫做 52 52 然後B向量叫做誰呢 B向量叫做3-2 由這兩個向量所決定的平行四邊形面積 來 所有人看我這邊 考試怎麼寫呢 考試就這樣寫喔 就算是計算題也一樣 平行四邊形面積 如果你嫌中文字很多 你就畫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不想寫一堆中文字的話 你就畫一個平行四邊形 然後後面寫什麼你知道 後面你就寫DET DET是什麼東西 行列式的縮寫 然後A向量 到點B向量 可是同學你知道嗎 裡面是行列式 外面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 我等你喔 外面是絕對值 裡面是行列式喔 對不對 這就是絕對值喔 而且面積本來就不可能是負的嘛 所以掛絕對值本來就很合理 然後接下來你就看喔 外面是絕對值 那裡面是行列式 行列式怎麼寫呢 來看這邊 你就把這兩個向量 勇敢的擺進去 A向量叫52 你就寫這樣 52 B向量叫做3-2 3-2 你就擺進去 這樣就好啦 就準備得分了是吧 怎麼算行列式呢 這一條叫什麼線 主對角線的元素相乘要取什麼號 正號 這是它的運算規則 好不好 然後負對角線的元素相乘要取什麼號 要取負號 所以你算出來會變這樣喔 來 絕對值 5乘負2 所以是負10 3乘2是6 但是它是負的 所以在減6 負16加絕對值 所以答案是 4-6 4-6 漂亮啦 這樣好不好 你這些小鬼到底怎麼都我在講什麼 懂嗎 欸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行不行啊 別班這裡都有問題 你們班為什麼沒有問題 你知道別班的問題是什麼嗎 別班的問題是說 老師你這裡在寫 你這裡寫直的對不對 你這裡又寫橫的 我問你寫直的寫橫的 你覺得有差嗎 其實根本就沒差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喔 如果是這樣 如果我寫橫的 寫橫的它會變怎麼樣 A1 A2 是不是變成在這裡 A1 A2 B1 B2 是不是在這邊 那我問你 它是不是A1 B2-A2 B1 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寫橫的跟寫直的 會不會影響你最後的答案 根本就不會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向量的書寫是個人習慣 你向量要寫成直的跟寫成橫的 最後答案都一樣 好不好 不會因為你的書寫習慣 導致答案不同 好不好 再跟你講一下 好 來那個靖靖姐幫我排這邊 我們來看下一題喔 可以擦左邊一點嗎 你是說這一塊擦掉嗎 對對對 這邊都可以 這邊都可以 這邊可以擦 好 好 等一下我會寫這裡喔 欸翻到181耶 其實這個地方我之前是不是有教過 有啊 有嘛 只是我那時候是用別的方法去教對不對 現在就用向量教一次 來 這個題目他說 A向量叫做誰呢 叫做5-2 這個 V向量叫做誰呢 叫做 K到點負4 他說 由這兩個向量所決定的平行四邊形 來 你就畫個平行四邊形 他說這個平行四邊形 面積是多少 24 請問你這個K是多少呢 你知道考試這個怎麼寫嗎 我教你啦 你就畫個平行四邊形寫24對不對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外面有絕對值 裡面是什麼是 裡面是什麼是 行列式 行列式你就寫DET 跟著我寫 括號A向量 到點B向量 你這樣寫人家就知道你是內行人 這是行列式的專屬寫法 A向量跟B向量所決定的行列式 那是他英文字母的前三個DET Determinate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東西它就變這樣喔 外面是絕對值 裡面是行列式 你就勇敢的把這兩個相量擺進來 一個叫5-2 一個叫做誰 K-4 欸 行列式怎麼算 我就不相信我做那麼多次你也不會 來 組對角線的元素相乘取什麼號 正號 負對角線的元素相乘取什麼號 負號 負號 所以這個很簡單 5乘負是負20 所以這邊是負的20 然後 負2K加一個負號 所以是不是加2K 來這個會擋給多少 24 絕對值會不會打開 打開絕對值代表2K-20會擋給多少 24 或者是多少 負24 負24 所以2K會擋給多少 44 或者是負4 我有沒有寫錯 沒有 所以來最後K算出來答案是 22 或者是負2 對嗎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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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嗎 來看一個比較貼近學測考題的問題 來請看到181頁下面的水堂 這個水堂你最好要注意一下喔 這個水堂給他5個讚 這個水堂其實蠻簡單的 但是這個題目還怕明瞭 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來A點坐標-1-1-1 B點坐標-3-2-2 C點坐標-2-4 第一個問題,考試我猜應該會考 但考出來你最好要會做 三角形ADC的面積 然後他第二題問什麼 他第二題問線性組合的軌跡 這一題比較重要 第二題他問你說,如果把AP向量